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以前谈到过 日本在1895年来台湾之后 怎么统治台湾 怎么管理台湾 那日本有一个学者叫室内元忠雄 他称呼日本叫找熟的资本主义 什么叫找熟呢 他跟西方的帝国主义不一样 就希望比如说欧洲的英国 法国 德国等等 他们成熟了之后 那么这些国家内部的资本家 或者内部的有钱人觉得 他们的企业够大了 比如说他们的纺织厂 他们希望能够取得更多的棉 或者其他的纺织原料 所以到印度去开发他的殖民地 像英国他要去开发他的市场等等的 也就是说他的资本家 基于资金以及资本发展的需要 所以他希望他的国家扮演帝国主义 帮他们去海外经商 那日本呢 日本其实内部根本还没有资本家 也就是内部的资本还不够成熟 以这种资本家去决定一个国家走向 我想我们朋友应该都很熟悉 像比如说今天的美国 有人就说美国的真正控制产业的是石油 汽车乃至于是军工产业 特别是军工产业才是真正的影响力最大的 那么这些产业呢 基于他发展的需要 所以在海外发动战争 他的军火武器就有地方去卖 那么日本这作为一个找熟的帝国主义 他是否有这个能力来管理另外一个殖民地呢 也就是说他必须 他没有资本家 所以必须全部用国家的力量来管理一个地方 他管理一个地方 也就是管理新的殖民地台湾 那他怎么管理呢 所以他在思路上就面对了一个两难 就是说他要派谁去 再来就是说要用什么方式来管理 后来我在读这一段历史的时候 就觉得他相当有趣 因为用黄人语的话来讲 就是日本在台湾的统治 其实就是现代化的开端 很多人称赞说日本统治台湾 是台湾现代化的开端 其实用黄人语的观念来看 就是学会了在树木制上面管理 也就是你用现代的方式来讲 就是一切都可以数字化帐策 或者说包括了支出收入等等的 整个国家资产都可以在树木制上来管理 当然也包含了人口 那这种管理的观念 其实我想我们朋友应该可以想象一下 比如说如果让你来管一个家庭 那太太说 好家都让你管了 然后十一住行财政 那你至于房子整修买房等等等等全部都归你管 那你要怎么管起来呢 你当然就面对说 好你首先要清理你到底有多少财产 你房子值多少钱 房子要不要贷款 如果你收入不够的时候 那么贷款的收入之后 你要去哪里赚更多的钱 要不然收入支出怎么平衡呢 那如果家记有困难 你要怎么增加收入 那怎么在现有的环境底下度日 怎么收支平衡 怎么开源节流 诸如此类的 总之呢 你要开始学会记账 就是在一本账上面 好好的记出 你可以在树木质上管理你的家庭 这个就是黄仁雨潭的 现代资本主义 最重要的基本原则 可以在树木质上管理 所以当资本在台湾的时候 他所要做的是什么呢 土地的所有权 土地的归属 都能够在产权上 好好的理清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必须把土地的所有资源算清楚 比如说这个地方 你家里家家里面有这么多的土地 哪里可以生产 哪里不能生产 哪里是山林地等等 你把台湾当成一个 所具有的所有的土地 那么这些土地里面有房产 有住户等等的 所以你就从这里面要去 归纳出土地有多少资源 这个资源能够产出多少 这个就是土地的管理 再来呢 就是户籍的管理 因为所有的人到底有多少人 所有的整理 人户籍等等的都整理清楚 然后人在户籍上 住址上面有所归属的话 你就归某一个地方去管理 比如说你现在 我们现在户籍很清楚嘛 我们归松山区 归中山区 归大安区等等 那你到最后你要办手续 你就去户政事务所 你的归属很清楚 那当时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 很多人他是不清楚 有多少人他是不清楚的 所以你户籍整理清楚之后 原来反抗日本的反抗军 就无处可逃了 因为他必须有户籍 如果你查到一个人 是没有户籍的 那么他就是有问题的 所以就是日本人 对台湾的管理 一个是土地 一个是户籍的清理 坦白讲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为什么 因为我后来去大陆采访 来自于我们的朋友都知道 我以前常常到各地去采访 那我记得去大陆采访的时候 印象特别深刻 因为有一位老先生跟我讲过 他说抗战之前 他们家几乎没有人来查过户口 清理过户籍 也就是清朝的时候 没有一个清除的户籍制度 那家里有多少人口 根本不知道 等到抗战一开始的时候 全中国你想 北方几亿人流离失所 然后中国政府在战乱之中 迁到重庆去 什么地方是敌人的占领区 什么是中间的交界地带 什么地方是打游籍的山区 然后打游籍的人 从原来的户籍里面 跑到山地去了 所以根本也没有户籍可言 也无户籍可以管理 那么在这样一片 辽阔的中国大地上 你说要怎么管理这些人呢 到底有多少人口呢 所以我那个时候 听大陆周围朋友这样讲 我就觉得很微妙 我想说那蒋介石 在抗战的一开始 不是发表了一篇演说吗 他在演说里面说 四万万的同胞站起来 要四万万同胞 一起来抗日 可是他真的知道 当时的中国人口是四万万吗 那恐怕是一个政治的号召 就是全国的同胞 他统计起来大概四万万 所以我说 整个户籍其实是不清不楚的 即使是抗战完成以后 到了1945年了 抗战完成了 那么中国的政府 国民政府才开始整理户籍 结果很多家庭怕战争的关系 怕被抓兵 就是如果你家里有三个男丁 你可能抓一个 抓两个去当兵 被征兵了 所以呢 他们干脆漏爆户口 我就听过一位老先生说 他是他们家漏爆的户口 因为他年纪最小 爸妈把大哥抱上去之后 怕小的也被抓去当兵 所以干脆就不抱 所以他们家就只有一个男丁 事实上他们家有三个儿子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当时的 整个中国即使到抗战结束了 都还没有办法在树木之上管理 也就是没有办法做现代化的管理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 没有现代化的 未曾现代化的一个中国 那么所有的国家规划 其实都是一种梦想 所以我们后来看到 孙中山不是在1920年代 他提出过建国方略 规划铁路 规划哪里要开矿山 然后要开海港 整个中国要怎么建设起来 他画了一个辽阔的 未来建设的梦想 那其实就是真的是一个梦想 为什么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 哪里有资源 哪里的铁路适合开发 哪里的交通适合开发 他其实是没有任何研究 以及没有任何数据的 树木制的基础的 这个就是现代化管理的 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那我特别跟我们朋友讲 是因为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 去理解的话 我们会看见 其实台湾社会基本上 1895年日本来的时候 就是一个没有办法在树木制上管理的社会 为什么 因为台湾就是一个移民社会 户口更难管理 人不断在流动 一进一出 有一些肯户如果赚了钱了 于是全家又回到厦门去 或者回到泉州 那有一些肯户甚至于在台湾 赚了钱了 所以家族越来越大 像比如说物丰林家 于是他从大陆上找来更多的人 是来帮他什么 帮他做团练的家丁 就是做团练的军队用的 所以你在看到人口流动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大量流动的移民社会 你是很难的 很难管理的 你如果我想 如果我们的朋友有兴趣的话 你回头去问一问你的先人 如果是从清朝移民的话 你就会听到许多 这些移民者流离迁徙的故事 那像比如说好了 我家 我问过我的祖母 我祖母就说 我们是清朝的时候迁徙来的 是福建迁徙来的 我的祖先是从哪里来 从漳州平和 因为贫困 所以他来台湾的时候 只有一个小小的包袱 然后那个包袱呢 他扛在肩膀上 那用一根扁蛋扛着 可是一根扁蛋扛着 这样两边又不平衡 所以他干脆在另外的一边 扁蛋的另外一边 绑了一颗石头 绑了一颗石头 他像扁蛋这样拿着 后来在想 为什么他要带扁蛋呢 其实你如果 从农村社会来看 扁蛋一方面是可以挑中 你可以 比如说需要劳动力的时候 你可以去帮人家挑中 在港口或者在哪里 去打工 第二方面 如果发生冲突的时候 扁蛋拿下来 可以当武器来对打 这个就是带扁蛋的作用 当然我的祖先 从大陆到台湾的时候 也是这样过来的 那么到台湾之后 他们现在北部 据说在 在丰元石刚那边 也算中部了 不能算北部 在丰元石刚那边落脚 后来因为 墾户有各式各样的冲突 所以又往南逃 最后逃到了哪里 逃到乌日 就是乌日的那里 有一个乌西 在乌西口那边 那边就有一个庙宇 庙宇看到刘理石所的 这个杨家的后代子弟 于是收留了他们 然后画出了一块 庙宇的田地 因为那个庙宇靠近河流边 靠近乌西边 有一些荒地 所以画了一块荒地说 这是庙的公有地 给你耕种 那你就当作庙的殿农 来开墾吧 就这样我们的家族在乌日落脚 所以我后来在读到 清朝历史的时候 在想说 像我的祖先这样 流离迁徙的 如何在清朝去登基户籍呢 如果他的落脚下来的地方 很难生存的话 他会不会继续迁徙到 另外一个地方 成为另外一个地方的殿农 比如说到雾峰 或者说到更近山区的地方 去开墾 所以很多客家人 也到山区去开墾 因此我们看到了 移民者 他聚居的方式 会跟庙宇有关系 跟信仰 跟一个地方的族群有关系 但是他们又时常在变动 为了生存不断在变动 所以清朝其实是很难管理移民 而清朝也没有现代化的一种 所谓的现代化的管理概念 所以这个就是真正台湾这个社会很难管理的地方 那更何况我刚刚讲到像我的祖先有没有 他们到台湾 然后那个庙宇在河边 所以请他们去开墾河边 可是河边的那些地方是公有地 是没有登记在归谁开墾的这些土地 换言之 比如说清朝如果把一块大块地方 划给一个大的地主 划给一个大的墾户去开墾的话 那么他就会招人进来开墾 那么这个就所有权就清楚了 可是很多是公有地 那这怎么办呢 因为这些公有地就没有人在种 如果甚至于发大水的时候 整个公有地全部冲走了 河流里面才有东西冲走 等到大水过去之后 大家重新再开墾 所以在这个移民的社会里面 其实我们就看到台湾的移民者 我们的祖先们 他们充满了生命力 即使只是一个小小的角落 一个可以生产一点点食物的地方 都可以生存下来 我们说这个叫寒吉安命 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说真的 即使到现在 你如果去宜兰花莲台东南投到山上 你看在宜兰大同 大同那边有一条山上的溪流流下来 流下来之后 那个溪水细细的像一条线一样 而溪流的两边很多河滩地 河滩地就是发大水的时候 都会整个淹没过去的 可是大水过后 那些河流又积不下 就是整个山是积不下河水的 所以就变成细细的涓涓溪流 一条小河流 你如果到花莲的宜兰的那些山上去看 原住民或者很多汉族到山上开墾 在这里种什么 种高丽菜 在山上他们种高山高丽菜 你说那如果发大水怎么办 是的 如果夏天发大水的时候 那么就被大水冲走了 所以一些溪流的河川地 或者说甚至于包括下游一点靠近海边的 像花莲海边的那些靠近海边的河川地 很多人种西瓜 所以花莲的西瓜非常好吃 都是在河川地这些种出来的 台湾的农民其实真的很了不起 继承了早期移民的 只要看到土地只要能够生产 就种一点点菜 种一点点水果 种一点点可以生存的植物 可以生存的作物 这就是很了不起的地方 当然这样的地方 当然户籍就不清不楚 特别是地籍 地籍也不清不楚 所以在日本人刚到台湾的时候 他要做什么呢 他就要开始计算 能够归纳到树木制上管理 可是坦白讲 正如同我刚刚讲过的 日本本身没有足够的资本家 以及足够的经济管理能力 也就是用现代化的经济思维方式 重新进行管理 所以他采取了从西方学来的 现代化里面的几个基本观念 包括户籍 包括地基 包括资源的统计等等的 他采取这种方式来管理台湾 那么用史内元忠雄的话来讲 日本学者史内元忠雄的话来讲 这个叫做造熟的资本主义 日本还没有具备金融资本帝国主义的本质 还有能力 所以变成是一个造熟的帝国主义 那么日本统治台湾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讲他叫做先进行台湾的资本主义化 但是其实说台湾要资本主义化 根本不是因为 日本是把台湾当成农业的生产地 所以他提出的政策整个是一个 大方程是工业日本农业台湾 所以整个台湾是进入农业生产状态 那怎么进行他的管理呢 在历史的记载上 就是史内元忠雄曾经提出过 日本的资本主义化对台湾来讲 最重要的是三大项目 第一个是1904年帝制的改革 因为过去台湾在清朝时期 都用银子来交易 那么银子里面有一些部分是用什么呢 用西班牙的银子 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台湾怎么会用西班牙银子 没有错 会用的银子里面有清朝的 也有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菲律宾马尼拉 因为那个时候西班牙殖民的马尼拉 西班牙人对菲律宾的殖民 是几百年的历史 几百年的历史 一直到清朝时期 西班牙都依然在菲律宾殖民 那么福建这边越港 原来现在厦门港 过去在明朝时期叫越港 从明朝就开始跟马尼拉做贸易了 那么这种贸易的繁盛使得福建这个地方的银子里面 不只是只有他们本身的税饮 税饮你还要乘金乘良等等 但是你如果拿着是西班牙的银子的话 那个银币的话 那么就几个real 西班牙的那个银币的价钱 叫一个real 两个real 或者说2.5就是一个quarter real 我们现在翻译就翻译成为叫里尔 一里尔 一里尔这样子 所以福建这边也往往在计算 特别你在做外贸的这些 靠港口的这些地方 很多人会使用real 里尔这个货币 所以台湾也使用 也使用 特别是在1895年那个前后 台湾其实有很多是跟西班牙做生意的 那么就使用西班牙的这个银币 那因为西班牙在亚洲生意做得很大 所以它的银币也很通行 当然我们朋友也会问说 那为什么西班牙的银币会这么通行 他白讲我们以前讲过了 就是西班牙殖民中南美洲的时候 在那边开银矿 他从中南美洲的银矿 开采了之后运到 马尼拉这边来 马尼拉在跟福建做生意买 丝绸买瓷器 最后我们丝绸瓷器通过马尼拉 然后再运回通过太平洋 然后运回到墨西哥 墨西哥再运回欧洲去 这条航线 那么这条航线就是 被西班牙人称之为 黄金航线 因为帮西班牙人赚了很多钱 因为中国的丝绸瓷器 是当时的高科技高单价的产品 所以西班牙的Rio 特别是中南美洲的这些 银币就大量在亚洲流通 所以你知道吗 也许年轻人现在不知道 可是老一辈的台湾人里面 有一句闽南话很有趣 他问一个人有没有钱 你知道他怎么问的吗 他们说你有Rio吗 你有Rio吗 我们小时候听到说你有Rio吗 这是一个很通俗的就是 民间常常讲就是你有钱吗 你说你要买什么东西 你说你有Rio 你觉得很奇怪 Rio到底是 不是你有饮料 还是你有钱 这是又另外一种说法 在港口的地方 特别是 比如说像陆港台南 很风行这种话 为什么 Rio就是Rio Rio 那像金门更加风行这样的话 因为金门有许多人到 东南亚去做生意 所以他们会带回银币 而银币是在通行的货币 因此你就会看到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台湾在当时跟很多欧洲国家 他做一个贸易港口 这是非常繁荣的 所以日本在1904年的时候 他统治台湾已经九年之后 他知道台湾的币 货币必须进行全面改革 也就是什么呢 把台湾的商品交换 就是用货币 还有杜亮恒 杜亮恒本来有台湾的量 民间用一量二量 他把它全部统一起来 然后统一成为是现在的量 然后日本的计算方式 另外货币 也跟日本等同起来 就是台湾使用日本的货币 跟日本相同 这样就有利于日本统治台湾 特别整个统治市场 统治经济交易关系 那么整个台湾的经济 就从原来跟中国大陆 息息相关的经济系统 然后整个转移过来 因为货币的关系转移到 由日本来支配 我想我们的朋友 应该都很熟悉 为什么 因为你看现在全世界的货币 以美金为货币 那么中国大陆 想要用人民币来交易的时候 哇美国就非常不高兴 然后美国就发动这种经济战 贸易战等等的 换言之 你用什么货币来 全世界作为共同的货币 交易等等 代表了你的经济力 以及你的支配力 这个就是日本 对台湾的第一个项目 必制的改革 跟日本统一起来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头再来继续来说这个故事 欢迎收听News98 世界一把抓 我是主持人杨渡 我们的朋友如果 在开车或者说在收听的时候 因为听到一半 然后哇车子到了要下车 我曾经听过一个企业界的朋友 跟我开玩笑说 哎呀那一天听你讲节目 讲到一半 结果车子到了 好吧我只好下去谈事情 后来我只好跟他说 没关系你可以上网去查 或者用你的手机去查 世界一把抓 然后杨渡主持人 那我们讲的台湾史这个节目就有在 在YouTube 或者在 世界一把抓的 或者说酒吧新闻台里面 你都可以重新听到 所以没关系 你还继续可以用手机来听 所以也 我知道常常许多朋友开车到了 知道下车就好像没有听完 有点可惜 没关系 你可以用这个方式 继续把它听完 好我们讲到了币制改革 就是把台币 台湾的币使用日币 用日币把它统一起来 所以那么这就是进入了日本经济圈了 那实施的结果呢 台湾就进入比台湾更强大的资本 跟事业的全面控制底下了 那么日本殖民政府就 藉由这样的一种关系呢 可以什么 可以引进日本的大企业回来台湾 来台湾投资 比如说三菱或者其他的大企业 那么这就是一个 在壁制上面的改革 那第二个项目呢 是什么呢 第二个项目就是 开通基隆港跟高雄两个港 在1908年 开通了纵贯铁路 把台湾的纵贯铁路 开通了以后 连接了基隆跟高雄两个港口 当然他们一直建设到 1908年才建筑完成 所以整个祖港成功以后 这两个港口就变成 它可以对外贸易 特别是对日本进行贸易 可以便于把南台湾的农产品 远远不绝地输送到日本去 而日本的产品也可以进来 当然最主要的是台湾农产品 作为原料去供应 工业日本的需要 还有第三个项目最重要的是什么 1905年开始展开的土地调查 我们都知道一个地方的土地调查 会使得这个政府知道 它有多少自然资源是可以支配的 更做过的土地 你可以对于土地的拥有者收税 第二个呢 你还有一些没有所有权的那些土地 那么你就可以重新去开发它 第三个 还有未经开发的很多三地林野 那些天然资源是可以开发的 本来坦白讲 在清朝时期 刘明传曾经做过调查 那么想要在台湾解决 大租户小租户 以及政府怎么克土地税的 这些税金的问题 刘明传还是有 现代化管理观念的 所以我们常常说 刘明传是清朝 为台湾实施现代化的第一人 他帮台湾开了路灯 做了许多现代性的建设 我们以前都讲过了 好 那么但是他对于土地的问题 他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因为真的是太复杂了 而各地克税的人 确实是很难系到说 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住户去 要做到这一步呢 你必须每一个地方 都通过了很详细的 必须有地方官员去详加记载 然后把各个每个地方的那些 地籍登记等等的 全部都拿出来 那些资料都拿出来 重新登记过 那个旷日费时 可是日本人为了统治台湾 他确实是进行了 那么当时台湾大概多少人呢 用日本对人口的情理来讲 大概三百万人 三百万人 那么日本展开土地调查 就是对这些人跟土地的关系 全部把它弄清楚 坦白讲 对于治理台湾来讲 这是很有用的 因为你弄清楚了之后 那些反抗者就没有地方跑了 你必须落实在某一个户籍 某一块土地上 你就清清楚楚了 那么土地调查完成 1905年土地调查完成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三个很重要的利益 第一个 日本彻底明白了台湾的地理地形 统治上会更加便利 哪里有山区 哪里的山坡地如何 哪里住了多少人等等 他清清楚楚 欢迎之反抗军如果走到哪里的话 日本军要进去攻击 或者去围剿他们 清清楚楚 第二个部分 这些土地的地籍 有一些已经整理了 在特别在清朝时期 有一些已经清楚了 可是还有许多田地是 不清不楚的 比如说归某个人 已经在耕种了 可是他没有具有所有权的证明 那么这些土地该归谁所有呢 那这种不是私有的土地呢 一整理开来之后发现 哇那个土地的假数 骤增大概骤增了三成左右 整个他们 日本人叫做整理饮田 就是整理隐藏的田地 隐藏在民间 然后被人家耕种 然后所有权不清楚的 这个叫饮田 整理清楚之后 他就可以从这里面 收取财政 收取税 你在这里耕种的 你要开始交税了 那么整个国土的权利关系 确立以后 那么对于土地的交易 就开始有安全的保障了 因为这个每一笔土地的交易 都在政府的登记底下了 所以对于日本的资本家来讲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诱因 他们来台湾投资的时候 他对于土地的所有 是清清楚楚的 当然日本的殖民政府 要吸引日本资本家来投资 也是必须这样子嘛 所以我们说日本把土地 整理清楚之后 反抗者就没有地方可以逃 每一个农民都纳入 日本警察统治之下 那日本对于每个地方的统治 他并不是设立了 所谓的地方的民政单位等等 而是让每个警察一开始就 负责要去整理各个地方的资安 乃至于各地的民政等等 所以日本警察负责非常多的 乃至于民政的治安的各种任务 当然整理印田就使得 很多不明确的土地 变成收归国有 那很多农民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他原来在河边 在或者任何其他地方 慢慢耕种的 他没有所有权 好你现在把他全部收归国有之后 很多农民就失去了土地 变成没有土地的 无产的农民 无以为生 除非他是跟政府重新签约 可是绝大部分农民就失去了 依靠了 当然 日本的资本家 也开始来台湾投资了 可是这些资本家 想要投资的土地 往往是什么 往往是原来有农民在耕作的 对不对 那农民耕作的土地 突然被人家收走了 怎么办 农民当然不满 而这些资本家来了之后 要把土地拿来 作为他的开发 作为他的利用 甚至于 日本像比如说山林企业 他要去竹林 去竹山那边投资 结果原来在山林里面生存的农民 当然不同意 所以就两边发生冲突 这个就是说 整个土地整理清楚之后 台湾的农民大量的更加的无产化 更加的无产化了 这个就是所谓的 整个台湾在日本土地整理的过程中 发生的问题 讲白了 就是说 因为日本的这个土地整理 埋下了农民 台湾农民不满的根源 而使得什么 使得1920年代 当全世界开始作异社会运动的时候 台湾农民运动变成最大的一场群众运动 三百多万人的台湾 有两万四千多个人 加入了农民组合 也就是两万四千多个农民 成年的农民加入农民组合 你想如果才包含了他的家庭的话 会有多少人呢 会有多少人 至少有百分之一的人 是加入了农民组合 来进行反抗的 那么当然 日本也对台湾的三地林野进行整理调查 那这个整理调查里面有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 官有的林野 那原来呢 民间本来在很多山林地 都是自己进去开垦的 如果我们到平林 或者到台湾的山上去 你会发现许多地 它其实并不是有那么清楚的产权 原来是原住民的生活领域 狩猎的领域 所以并没有那么清楚的产权 而在汉人的开垦之下 慢慢的慢慢的进入这些林地 那民众会进去里面 采伐竹子 采伐木头 然后砍完之后 烧炭 然后来作为炭火来出售 这样过生活 可是当日本殖民政府 把这些三地林野 全部收归国有之后 原来在这里生存的人 要怎么办呢 要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就是后来发生的很多问题 包括了竹林事件 竹山事件等等 很多农民起来抗争的基本的根源 尤其是很多三地林野 其实并不是无主 而是在地所有人共同生存的地方 像现在我们去鹿谷竹山 梅山 也就是阿里山后山 其实后面这一整 整个山坡地 整个山林地 其实是连结在一起的 寄居在那个山林里面的农民 有上万人 而这些农民如果说 受到这个影响 然后没有办法进山 开垦的话 他生计就受到影响 家庭就无以为生了 所以后来的农民进行反抗 根源在这里 也就是每一个政策底下 他种下了对人民 生存权利的侵害 而人民就会依实起来反抗 所以我们讲日本时代的反抗 其实都有它的根源 都有它的脉络 而不是说纯粹我们讲说 为了民族主义抗日而已 不是 而是有更深的根源 每一个政策种下的因 以及种下的后来反抗的果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头再来说 欢迎回到 酒吧新闻台 世界一把抓 我是主持人杨杜 我们节目也会同时 上架到各大podcast平台 您只要搜寻 听说就可以随时随地 重新听一听 这一系列的内容 我们刚刚谈到了 日本在整理台湾土地的时候 对于山林的侵害 对不对 那么我就要特别讲一下 有一个地方 它叫竹林事件 在日据时期叫竹林事件 也就是刚刚我所谈到的 谈到的从哪里呢 从南头的竹山这一带 然后穿过哪里 穿过云林的古坑 山区的那些地带 然后再穿越到 嘉义的阿里山的美山 事实上我为了搞清楚这一段历史 我特别去踏查过 特别踏查过 为什么要去踏查呢 因为我想知道说 这一段绵延那么长的历史的 这一大片大地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地形 为什么能够酝酿那么强大的反抗 多强大的反抗呢 日据时期从1912年 就发生了林奇普事件 它是一场武装抗日的运动 到了1926年 又发生农民组合运动 起来对抗 好 光复以后 1917年228事件的时候 国民政府的军队镇压全台湾 因为21师嘛 全台湾倒过去 那反抗的民众呢 居然从嘉义 就是嘉义的反抗民众 从嘉义那里撤退 希望在梅山那里 就是这一大片竹林的 梅山那边建立武装基地 他的名字叫台湾自治联军 然后自治联军希望通过这个山区 从梅山穿过云林的谷坑 然后连接到南头这边的 普里竹山这一带 然后连接起来 因为普里这边在228的时候 还有谢雪红所带领的 台湾民主联军进入到普里 所以他们希望两边 就台湾自治联军跟普里的台湾民主联军 可以两边互相呼应 那把这条山间的竹林地带 当成他们的基地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228事件里面真正武装的两个队伍 当然当时因为并不是真正的 有训练过的军队嘛 所以他们的反抗力量没那么强 没那么强 那么但是这两者 至少都是有组织基础的 所以附带讲一下好了 这一段历史呢 一直被掩埋起来 因为在228反抗的历史里面 其实这种武装对抗都被忽略掉了 只讲说好像台湾为了反抗腐败的 贪污的陈以政府 所以发动暴动起来反抗 那台北的反抗之后 还有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 学生等等起来反抗 完了之后 好像21师来了之后 就全台湾的扫射镇压等等 那但是228的时候 这场临时起来的暴动 有没有人去组织起来呢 有没有人通过这场群众运动之后 组织起来变成一个抗争的力量呢 其实有 这个就是台湾知识联军跟台湾民主联军 台湾知识联军是由谁呢 由一个原来日本时代的农民运动领袖 叫张志忠的人 他在台湾参与农民运动起来对抗 后来因为被通弃 这个张志忠呢 被日本人抓进去坐牢了 可是这位张志忠非常聪明 他在狱中假装发疯了 发疯到他抓上地上的土在吃 然后甚至于他把各种不可能的食物 弄到自己的身上 各种粪便涂满自己的身上 最后日本警察 日本殖民政府就他发疯了 就让他假释 然后把他送回家去了 因为就放在监狱里面 关一个疯子没有意义 就把他丢回家 丢回家之后 家乡的人也看到了 看到什么 看到他在路上走 然后看到一堆牛粪之后 他把牛粪捡起来吃 所有家乡的人都在叹息说 好可怜啊 那么一个聪明的年轻的知识分子 被日本警察灌到疯掉了 就这样子 大家都以为他疯了 没有人理他了 有一天张志忠突然就消失了 他坐船偷渡到福建去 然后通过福建 他去加入了大陆的共产党 然后加入了游击队去了 加入游击队去了 后来到了1945年 台湾光复之后 共产党派他回到台湾来重新组织 于是他找了农民运动的一个领袖 叫剪辑的人 剪辑这个人 是当日据时期 整个农民运动里面 最重要的领导者 在农民之中也非常 有非常高的声望 他找到他两个一起合作 发展地下组织 所以当228发生的时候 张志忠剪辑 就在嘉义这一带 结合了过去 张志忠本来就是云林嘉义这一带的人 所以在这里结合过去 他们农民运动的一些基层的组织成员 那么组成了一个队伍去攻打嘉义的水上机场 攻打一些政府部门等等 就是对于政府部门 那同时他把群众组织起来 不至于让群众变成一个一个 盲目的到处去打劫 或者说去发动暴动的一个一个 一般的群众而已 他把他们组织起来 甚至于他们也联络了 阿里山的原住民 从山上下来 跟着他们一起去攻打水上机场 所以就说这个张志忠 是一个228里面组织起来的一个队伍 另外一个队伍是什么 是台中的谢雪红 我们必须知道的一点 就是说当我们讲228的领导者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 在于他们过去日据时期 就是抗日的领袖 在民间有很高的声望 所以当群众发动起来暴动之后 群龙无首 因此他们就会想要找到一个领导者 来带头我们大家 把他拱出来当我们领导者 带头我们才有力量 所以台中地区就找了谢雪红 那么谢雪红是在日据时期 他作为养女生活非常困难 后来他就流亡到大陆去 后来加入了地下党 然后去到莫斯科接受 共产国际的训练 1928年回到上海 训练完1928年回到上海之后 组织了台湾共产党 然后他就回到台湾 跟蒋卫水 一起去拜访林献堂 而林献堂也支持他 就这样子是 台湾共产党加农民组合 共同结合起来的 所以当228一发生的时候 民间就把他找出来 希望他来带领 而谢雪红也的确是有群众的魅力 带领大家去攻打一些警察局 取得警察局的武器 然后把大家组织起来 甚至于把年轻的学生组织起来 开群众大会等等 所以就组织了一个叫做台湾民主联军 在台中地区 可是21世一攻上岸了之后 台湾民主联军跟台湾自治联军 两个分别就堕入山区 那么自治联军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进入眉山 从嘉义那边 因为自治联军是在嘉义这一带 那么民主联军在台中这一带 于是退入山区进入埔里 那么这两个联军本来想要在后山这边 也是从眉山进去 从普利竹山进去之后 最后在三地的竹林地带结合起来 串联起来变成一个队伍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这整个竹林地带 就变成了一个被他们称之为 可能变成台湾的延安基地 一个反抗基地 当然这个事情没有办成 为什么 因为自治联军的成员 曾经想要在眉山那里建立一个基地 叫小眉基地 小眉基地 那么当他们把武器跟一些年轻人 就是联军里面的成员 坐在一个卡车 想要进入到小眉基地的时候 遭到国军的伏击 国军已经破获他们了 所以在半路上伏击 就许多人死掉了 许多人死掉 死在这场伏击里面 那么自治联军就不敢再进去 因为已经被发现了 后来就陆陆续续流亡 当然谢雪红也流亡了 谢雪红知道说这个事情办不成 他也流亡了 可是我想讲的是 贯穿这么长的历史 当我们看到228谢雪红流亡的路线 看到普里竹山 看到阿里山 看到梅山 所有的这整个地带 这整个山林的地带 其实他的反抗基础 他的反抗的思想乃至于反抗的群众 都是从日据时期抗日开始的 而日据时期的抗日 又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日本一开始统治台湾的时候 进行资本主义化政策 进行土地清理的时候 他把农民原来借以生存的山林 剥夺了最后农民就起来反抗 而这个反抗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 甚至于最后都变成了 台湾反抗的背后的那些基础 所以我们就说台湾的反抗历史 必须有一点历史的脉络 然后我们看起来才会更清楚 而不至于好像只看到 这里一个反抗 那里一个反抗好像都借由 好像就是台湾民众 都有这样的性格等等 不是的每件事情都有它历史的根源 而这个历史根源 又跟一开始的政策是有关系的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先解释一下 这个竹林这个地方 以及日本对台湾进行资本主义化 所造成的影响 也形成后来的群众运动 那么竹林事件是怎么发生 以及它后来有发生哪些故事呢 我们先在这里先暂停 我们等到下一集再来诉说了 就要看起来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